富昌旗运通手机APP接通全球 让你即时落盘 买卖环球主要期货 期权合约 不止有即时报价 还有专业版即时图表 界面易用 闪电下单 一件平仓 还有多种落盘方式 适合不同需要的投资者 富昌旗运通 还可以即时计算保证金额 实时盈亏 买卖记录 持仓状况一目了然 立刻下载富昌旗运通手机APP 开户 落盘 华金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各位富昌旗运 大家好 欢迎订阅 又来的冯思逸生 炮姐十简起步 记得 Time is everything 恒新指数 加拿家真的完全结局的状态 10天 20天 50天 18天移动平坎线 9月在300点之内 刚刚过来出了CPI数据 通胀急剧升温 明天美国出的CPI数据 看来都会急剧升温 加息宜运燃油在耳 跟着炮姐的朋友都知道 我们加息有五部曲 首先要放风 制定表格 亦都说 要小心些本路 因为平静前症 一定是暴风雨的来临 什么是暴风雨的来临 大家知道在28,400点 重红 非常肥的熊 这些资料 大家都要知道 这个资料 都要知道 这个资料 存在 而且昨天 美国普团股 GME 或者Burberry 都是丧生 所以大家 都要小心一点 外围的升温 以及灰犀牛 在你面前 就是空胀的 升温的情况 大家一定要留意 多一点的状态 昨天成交方面再度萎缩 至少多少 1,226个亿 在5月24日以来 最少的成交 大家要留意 一路缩下去 容易跌难升 传统智慧 指数5天来说 跌了多少点 大家知道 音音跌 是早上走一个小波幅 今天连波幅都不走 真是多谢 跌了686点 昨天都是单日转向 最后下午爬上来 跌了5点 就是一个很惨淡 指数是28,000多点 跌了5点 大家要知道仓位状态 配置不是一个重仓的日子 甚至乎是一个学习的日子 因为现在这样的状态 做一些方向性的事情 如果做Wallel 会很严重 为何大严重呢 不说了 但这个Wallel 是不适合现在市况出击 肯定走 比亚迪来说 昨天是1211 和宁德时代合作 和苹果和他合作 冲破最后的目标价 200元大关 亦是回信 我那时是看多少钱上来的 我那时是看大概150元左右 那时是看Dream是什么入行指 亦是一个数据带 带上去 这个来说 已经是全体食股了 今天我觉得有个情况 就是那只美团和阿里巴巴 都不太胜了 那只美团300元 顶得好死 阿里巴巴上星期到现在 都是暈了 完全上不了目标价 220元是上不了 接着还要下来 下一站要看200元的重心位置 阿里巴巴也是闷局很久 都令很多投资者失望 那只腾讯方面 自然南非配原股 600元在镇持着 如果今日指数行大并幅 第一只腾讯一定要看住它 如果压上压下 都是靠它走 第二只传统股 会否再差一点 都要留意 有可能性 再差一点 这两只 大家都知道了 早晨阿保怡 早晨阿Ken 早晨英祖 早晨炎慧 早晨1、2、3 早晨阿Baby 这样搞事 是一幸运低了 可能要心肺复甦 才能再走上来 否则 看来暂时还未有方向 下一只 爱抗医疗位 是一个反弹路途上 走势方面是一浪高一浪的状态 一浪高一浪 这是一个好的状态 一浪、两浪、三浪 总之一条线滑上去 你不要再穿回这些位置 就是继续的 但是如果这样走下去 可以出一个什么 头肩顶 这两个数据是一个全反向的东西 如果这一只来说 暂时短线我就不会考虑着 如果说14.6有货 14.6有货 是14.6有货 可以上回15元这些位置 如果不行 穿回12元就止了 OK 2039之前我推荐了 前几天在我们谷虎昌也说了 连续爆升了几天 也升得很厉害 其实环球的集运力是很低落 那些货柜仔都搞不定 也都是导致整个市场 是差一点点的 大家要小心点 这个状态和情况 因为现在的运力不行 但是韩文股今天是透气的状态 即是透气的整个韩文版块 OK 留意这个状态 OK 好 17.7上网 这个环球疫情反复 赌收来说 亦都是跌了3.3% 因为它无端端有封关 是一个加强检疫 本来想着很开心 国内的居民和澳美居民就通关 我去赌钱 我可以看到一些朋友 暂时都看不到 这是一个区间炒法 区间 炒什么 炒我们的楼价 虽然市场很差 其实也不差 是贴着2019年的历史新高 证明那些楼有市有价 它的土处也是厉害 而且商场一直复苏 其实你看到现在出街的人 都是一直出街 因为香港人压抑了太久 我们的消费情绪意欲欲望 是压抑了太久 我们不会理会出街 OK 会看回一个爆发的状态 这个来说 其实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期权 去收费接货都可以 再爆顶 这些来回区间的波波 也是一些比较稳定的股票 因为很实体 你看到新世界中心 Kaser & Melsia 全部都在你眼前 不是一些虚的东西 是一个实的东西 大家知道 不同的指数又拖下去 可能我应该集气转灯 给他一些火火 不用白气 已经是转灯 恭喜 吉利仔方面 刚刚出了汽车数据 每个人都英俊 是一个比较不英俊 有点下滑 这个来说 其实我觉得 一个重点 20元 这个重心位置 不能再错失 再错失就不行了 这个朋友 一二一一二百 两个 今天都一二一一穿了 这个175 再观望多一点 观望多一点 不需要太紧张 20元穿了才找 现在再等一等 再坐一会 下一个朋友 853 微创 这个来说 是一只 医疗股 他的儿子 心通 就是他的儿子 大家可以看看 是一个挺好的走势 我觉得 一个英俊 而且做的东西是高端的 高端 高端 也就是说 一些很好的质地 我觉得他也是供顶 就是状态 供顶 供顶来说 当然 保持着 不用出日月 保持着 就行了 不用弹性来来来去 反而1919 它是一个区间炒法 受益分波罗的概指数 韩运力很高的需求 其实这个来说 是一个来回炒法 15元至178元 当然 你要密切留意外围的消息 包括运力有所改善 不过这些来说 看回CEO说话 全部都说运力是不会突然间改善的 这个来说 大家要密切留意 如果运力不改善 前提下 上半年 这些股票还是有得炒 可能这两个股票 下一季不敢说 但是 上半年仍然可以炒 你会看到 指数仍然是磨烂石的状态 不停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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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据相信大波动 大家记得坐稳 还有大家记得明天星期四 每周的指数期权是可以出的 怎样出呢 因为每周的指数期权 是可以有一个爆炸力杠杆 当然 你一个本死无大害的心态 我输了是OK的 你可以试一试 这个工具去浪化一点 浪费或浪费 即是几十点 自己计算你的成本 下一只 二四一 阿里健康 阿里健康一向都很不健康 这只真的无间地狱 是地狱 是地狱 我的粉丝就不会买 这只 我经常都说 三只健康 一个叫京东 一个叫平安好医生 全部都是很不健康 雖然名字有健康的牌头 但不健康 而且很呆滞 这三只我都不会买 好 6186 18个半有货 走不走好 这个常常是人类很糾结的问题 非可奶粉股 这个 哇 我觉得你难得 有糊食 就先吃了它 快点 因为它走势真的很丑陋 这么丑陋 走势 通常这些走势 看回前居可渴 一天半天 走一两天 这一只 我也是玩完了 整个奶粉板块 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一个吃虎的心态 吃了它 看看他朋友 这个奶粉三大巨头 这个梦牛仔 梦牛仔 梦牛仔自己升上去 这一只来说 非可 我觉得你只赚了它 休息不吃 最大恶劲 有时我们没有要求 是赚到尽 特别是市况 比较波动 波动得油炸 少少 就是这个难少少的状态 赤子城科技 可不可以赚到8元 这一只要难度 没那么容易 因为营收各方面 都不是特别英俊 但是走势方面 是有个准备爆边的情况 但每次都摆一棍 就摆一摆 一次叫做杀拿光辉 杀拿光辉 完全没有永恒 看回来 买盘动力不是很强 不是很强势的股票 所以这些股票来说 最好是避开它 191925日 如果今天来说 看盘路 它就差一点 不过这只很激情 大家知道 它的球状很大 整个六百毫指 七百毫指 一天就这么大 七百毫指 七百毫指 七五三千五 你吃得是一手三千五 十手三五的波动性 你才好想它 如果说不行 只想看升 这些就不适合你 因为它是很激烈的 而且2039是属于激烈的股票 大家要留意多一点点 2013的未民集团 之前上星期提到我们的 target的价钱 食股价值 18.3毫指 给多了几毫指的粉丝 18.7毫指 我们是吃了 现在这个 我看不到暂时有什么趋势 去做 所以大家可以密切 留意 密切留意 它会不会再走上来 因为SS反法 好像走出这个困局 但它上得来 可能成家又不配合 市场又没什么story性 令到它都呆了 所以大家可能连人大市都很呆了 市场偷偷地又想转灯 大家坐定 吃定你碗咖喱饭 好了 2013准备食股 如果下一站好够 18元 下面就看15元 669 创科 这也是龙头股 其实做了一个 相顶 是130元 130元 是不容错失的 经常都很喜欢唱偶像的歌 不容错失 这只股票这个位置 都是不容错失 如果再错失的话 会很严重的 所以来说 大家一定要小心少少这只股票的状态 下一站是1302 这只股票的资产管理会口 是有货的 各位朋友 这只股票来说 一直是有几个股票 记得股票跟人类一样 是有什么 Personality 什么是Personality 就是这个性格 什么性格 就是说 它是有它的性格 它昨天最低落到4.80元 最高是5元多 通常因为它球场太大 一个日坐20格 20格即是2毫子 2毫子 如果是2千股一手 就是有多少个成交 通常你买得这只 都不是买2千股 就是买多些 就是说 你的波动性 你自己计算 是否要是它的波动性 才考虑 我觉得它球场每一天 都是大概4.7至5元 但它的特性 是早上刷下去 你刷下去的时候 你的心脏要够强 才可以考虑 就是说我很惊恐 这就不行 但我觉得短炒是OK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093这一只 若葉股 石若 你看到它很多朋友 都是不停破顶状态 这是平台期 平台期 我再拼一棍 就现在 撩就入了 好入了 因为走下去 走势就丑陋 而且不知道 爺出什么国策打他 因为 若股是一个 国策的隐忧 之前限利 限量 限采购 房产股 三笔政策 儿童股 有些幼老 很多三鞋 三笔 是我们中国特色 所以中国炒股 除了基本面 留意什么 政策面 资本面 这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政策面 资本面 你都不知道 很难在市场上 增盛 下一只 333 这一只 是什么 你不是打错 你不是想说恒大 应该是说 3333 这一只 资讯了 资讯了几十万次 资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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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住又可以炒 爆升 这基本上是无可能的 因为国内楼价 在全世界最难支付楼价 平均公佈是19,000万个月 但平均楼价是973万 告诉你 如果你不吃不睡 都要挨四十年才可以上岗 当然 如果你懂得投资 或者杠杆回财富 这个Dream是会压少一点 333 不入 1302 现在不是长渣 有时政策面 资金面 一阵一阵 去年美团 腾讯都狂升 升了几倍 今年是跌几成 如果有些说长渣 不是20年前式的腾讯 不是20年前式的阿里巴巴 这些东西已经没有这支歌仔窗 你找一只独角兽 快手会独角兽 抖音会独角兽 我觉得这两只都不是一只独角兽 所以这一只诞生是一个时间的配搭 下一个 1521 6.3有货 上网多少 这一只的话 方达空股 其实 它是准备爆这边的 双顶 准备爆了它 如果爆到的话 是量力 不过 如果以它这个成交来说 我觉得是差一点点 这一只来说 要知道它排路是一个情况 而且它都可以的 铺去充顶 714 如果6.8穿就拜拜 记得到 指数又穿底 所以今早出的 傻瓜策略是成立了 已经就是 高位铺下去铺下去 好时候很多人炒 即使为什么会有一个混乱状态 或者是输钱 通常就是说 升少少又突然间改变策略 接着 跌少少又觉得很害怕 又不知道做什么 通常不知道做什么的人 炒了期货 就最容易输钱 所以大家记得做什么 一定要知道自己做什么 而且最近有什么数据 大东西 出来都要知道 知道吗 下一只的 近期爆升怎么看 这些是一些 牌路比较疏的股票 福禄控股 其实爆升 都要升几元而已 都不太爆 这些来说 有户要吃 还有牌路比较疏 这些牌路比较疏 它不太多牌路 这些来说 我会忌计 出入轻质抹价 重质无人接货 这些来说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好了 6690是回购的 可以自家 所以今年有些 淡上去 不过它很明显一个 区间炒法 看到吗 30至35元 区间 区间是什么 就是上上落落的 如果你说 上上落落的 其实这一只来说 下一站是多少 35元 是35元 接着我们再看 下面那里 现在下面再上来 其实你的止损位 其实是1元 但是 如果盈利位 是有4元 其实我觉得这只 短线来说 都是直博的 但你真的下跌的时候 你要斩 你不要跟我说 我捨不得了 很多借口 我觉得投资是一个 风险以回报的东西 当你潜在回报 多于你的投资 其实就OK 好了 1999敏华 其实这一只股票来说 近期走势都是帅哥 我觉得这个来说 都是充顶 22.5元 其实行业前景 整体上是稳健的 我自己觉得就是 但是稳健 不代表股价兑现 因为很多朋友 经常把行业稳健 和股价兑现是一样的 788这个行业稳健 稳健 好吗 业绩好 为什么股价这样 就是他不对现 所以来说 一定要知道 他那个重点在哪 如果他说 那个股价不对现 你现在跟我说 长时间是没用的 是没用的 抄下这个重点 朋友 看到指数又是慢慢滑下去 我经常说 包边之前一定是很折磨你 折磨到你躺在那裡 几秒钟几分钟 在我们炒卖世界 期货世界已经是一个十万干年 我自己也知道 所以来说 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方向 情况才是OK 如果不是的话 就会有一个迷失的方向 因为 那个情况也是低 或者那个东西 知道了吗 OK 大家记得这个情况 今天我们重心的位置 是28,612点 我们期货是多次的低位 也是3月15日的低位 这个来说 是不用错失 听清楚 其实现在讲讲讲 他都是剩下多少点 都是剩下70点 就错失了 其实期货在世界 如果真是真的 今天是属于不正常的 因为走了20分钟 只有82点波幅 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波幅 但是 但是如果你说 他那个情况再穿下去的话 一穿就会 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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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楼机 就不是一些普通的流来回回 因为他通常就是这样 首先好像人家打架 Testing一下你的反应 攻击 然后才一次过车下去 如果一车下去的话 你就没有任何的复仇的机会 知道了吗 重点就是说 明天出CPI数据 这个我比我着重一点的 明天一定会大波幅 对 就是善用我们的期货 周拳 周拳是挺好的 一个Long Tron 当然我教你一个Long Tron 就是说一个有限的风险 博取爆炸式的回报 是的 这个是本死无大害的心态 然后你说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周拳 那你至少上网找一下 知道了吗 如果不是的话 就会很危险 知道了吗 OK 这个指数方面 你看一下这个恒生指数 也就是说 他已经是2692 距离现价 其实差几十点 四十点 但其实你看到高位 真的很惨 比最低位多几点 两百点不到 只有八三点左右 所以今天是一个很难得的日子 大家知道 因为现在是6月9日 除了今天是阴天 和今晚跑资的教书之外 也就是说 他现在属于月中前 很少会 很少会这样 很少会这样 这么小的波幅 有些折磨人 但我想跟大家说 市场就是这样的 一定是 每一个月都有新的花款 即是他不会有 这条成功方法 是不停的copy 成功方法 基本上炒卖世界 是不会有一个copy的状态 而且你要可以做的话 就是不停的upgrade 自己的情况 和市况 和心态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好了 那是心态上的教学之后 八十二 这是第一视频 其实外面 很多人说 他的业绩很稳定 明年赚五千万 再后年赚一个亿 很厉害 但这些东西 我想跟你说 跟牛熊跑路一样 是透明的 你都知道的 这些东西叫做 不惊喜 no surprise 是很难去一个长久性去做 知道吗 如果你说 有一个很surprise的情况 就可能有一个长久性去做 但如果你说 一个no surprise的情况下 其实是一个 难少少的状态 知道吗 抄低这个重点 这个no surprise的情况下 是一个 难少少的东东出来 很难说 一个no surprise的事件 会令我估计 爆升爆跌 就难些 是吗 这个呢 和这些小股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好 下一只三四三文化全博 这是什么来说 这一只小股 我不会买这些股票 因为这些小股 太多的缺点 对于我们来说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流通量 或者是成交量 不稳定 还有它可能有一个事件 次月度冲下去 和一个 移动到10%的小股 你应该是密切小心 我不会看这只股票 指数仍然是一个扎幅波动的状态 大家小心一点 今天这只三四中国软件 冲高收低一点 其实这一只来说 做一些软件行业 亦都和大的巨头合作 所以导致它狂升 各位朋友 都要留意一点点 它会不会有一个冲景 这个来说 我觉得它升这么多 可能休息一下 因为几天升了两三成 除非有什么资金盘再冲进去 但是资金盘又不是特别强 不过这个市场上 应该有很多人引起注意 通常引起大家的注意 它就是玩完的时候 大家都要留意这个情况 我预料今天指数 也有可能先穿一穿的底下 穿一穿的底下 二百六一五 不过穿之前仍然是 好像这个状态 是磨得你躺下 而且留意到 城街不停地缩细 亦都有一个大爆变的迹象 因为天线是走在一起 城街缩细 亦都是大暴风雨传直 各位记得打声十二分精神 千万不要睡着 因为很多朋友 在这个情况 就很容易睡觉 完全越离开市场 因为市场的节奏 大家需要感受它才是OK的 你见到指数又回落 大家都要留意 未来说 很关注环球的美汇 第一是要金价 第三是对通胀来说 通胀是N年前的海啸 当时海啸就爆了 房地产 出QE QE是印钱 导致太多钱 所以你见到美股的三大指数 美国的三大指数 是怎样的 是不停地在顶位 顶部 就是徘徊 而且我们美国经济是怎么 是扭曲的 现在你知不知道 那边请人是很难的 第一 第二就是 请到回来 还要半年的苹果 是送 麦当劳送iPhone 送iPhone 叫做麦当劳 就是说他派得太多钱 令到很多人躺平了 完全是一个不示身差的状态 令到经济流曲 这个是很沽默耶伦 或者是他的经济学家 如何扭转这个 legend 和命运 如果这个稍一不慎 全球的计时站都会爆破 所以这个通胀来说 我觉得是一只灰犀牛 隐藏着经济面 不过短线来说 仍然是一个观望 明天公布的数据情况 所以各位朋友 一定要坐稳 和跟着炮车 部署市况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会有危险 所以指数方面 今个礼拜会再爆上 爆上爆落 都是会爆上的 这个门市下 各位可以去部署 明天通胀的情况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星期五的《烈炮投资360》 再见 記得 拜拜 拜拜